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太太说 南海必须是我们的 不然官人住哪啊 东海也是我们的 不然龙王住哪啊 月球也是我们的 不然嫦娥住哪啊 老是协商 自己家的地盘有什么好协商呢 打仗就是用钱 中国有十四亿人 每人十块钱那就是一百四十亿 先打他十块钱 如果不够 每人再打一百块钱呢 打他 这条街上 一群老娘们每天打麻将都不止一百块 对吧 全中国的老娘们把打麻将的钱省下来都够打一年呢 你听听 大妈这主意 一举解决了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四件大爷 比这位大妈更厉害的 那就是我家楼下的大爷 这位大爷可是一位干大事的人 有一回啊 他在机场把钱包 手机全丢了 回不了家呀 就在机场求助出租车的时候啊 没想到遇着一个司机不但拒绝 还嘲笑大爷 后来大爷在从机场回来的时候啊 又是那个司机 跟很多司机一样 在那排队等客人 大爷决定报复 于是在机场按个司机就问 到家 到我家 多少钱呢 司机说 一百块 大爷就说 那我给你二百 一百 你能不能叫我一百圣爸爸 司机都把他撵出去了 逼出了一句 滚蛋 大爷一直问 把机场的所有司机全问遍了 最后走到那个司机的时候 问司机 到我家多少钱呢 司机说 一百块 大爷说 好 走吧 走的时候 大爷冲着所有的机场司机挥手之翼 这位大爷 还是一位医学前辈 有一回 有人请他到一所大学讲学 他在台上说 同学们 学医最重要的是两件事 一呢 是不能怕脏 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理现象 看 这是一个粪便的样本 拿起了一小盒粪便的样本 用手指啪 这一战 哇 往嘴里一抹呀 全教室的医生都惊呆了 然后 最后大爷说了 看到了吗 同学们 不能怕脏 如果你们真是学医的料子 你们就像我一样 舔一口 那帮学生就想 不能让医生前辈看扁 对吧 大不了拼了嘛 于是排队而上 医人舔了一口屎 舔完了 大爷说 同学们 学医第二件重要的事 就是要学会关场 刚才我用的是食指沾的屎 舔的是中指 下面的学生全吐了 好 丽哥脱口臭天天把你动 下期不见不散 小西 slow 牺牌 бы 丽哥脱口臭天天把你动 懂你 牺牌的 madeI